爸爸瘫痪,妈妈聋哑,姐姐是家里唯一的正常人,她遭遇霸凌,失聪失明,霸凌者还笑着说,就是看她不顺眼呀。 我记下那群人不知悔改的嘴脸,他们很快就会后悔,惹了一个疯子,我是疯子,爸妈生下我之后,没多久便发现了我不正常,不仅有很强的暴力倾向,而且天生力大无比。 五岁的时候,有几只野狗跑家里来偷鸡,我把他们都打死了。 爸妈回家后,看到满院子的血神情复杂,打那天开始,他们就不怎么亲近我了。 多数时候,是姐姐照料我,她只比我大三岁,却很懂照顾小孩。 姐姐怕我惹事,大多数时候都是把我关在家里。 村里人都以为,我们家就姐姐一个孩子。 今年,姐姐刚考上初中,看得出来,她过得并不顺心。 有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伤。 她说是不小心碰的,可谁还能碰得全身都轻子。 我知道,有人欺负她。 小泽,姐姐没事,你在家乖乖的,发生任何事都不要出门,等姐姐回来给你买糖。 那一天,她出去后,连续五天没有回家。 晚上,我趁着天黑出了门,在学校后山的一个没人住的破屋里找到她。 她趴在地上,身上拴着铁链,其尖短发被剪得乱七八糟。 我扶起她,才看到她的右眼斜斜断着一根竹签,大约有一个拇指那么长。 眼珠碎了,眼周的血迹已经干涸。 外衣仍在不远处,全身都是伤口。 有烧伤的水泡,鞭打的裂口,烟头烫过的点点。 姐,一张口,我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干涩沙哑。 她却恍若听不见,费劲地摸了摸我的脸。 好半嗓才哭了出来,嘶哑着乌咽着说, 小泽,我想回家。 隔几天后,我是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那段视频的。 几个初中生围成一团,用藤条抽打姐姐, 逼她自己扇自己耳光,让下跪学狗叫。 把她扔进河里,朝她泼热水,用热熨斗烫她, 放狗咬她,还有个男孩子伸手去拉她的衣服。 看着姐姐挣扎的样子,他们嘻嘻哈哈笑作一团。 有人在底下评论,你们怎么忍心这样对一个无辜的女孩? 视频的发布者回复道,看她不顺眼咯。 还有人说,你们违法犯罪了知道吗? 他甚至带点俏皮地回复说,无所谓咯, 反正我们都未满十四岁啊。 我握紧拳头,指甲掐尽手心,一一记下他们的长相。 我本是活在深渊中的人,又何惧拉几个人与我一起沉沦黑暗。 当天下午,我开始行动。 第一个目标叫陈燕燕, 是她将竹签插进了姐姐的眼中。 姐姐出事后,她们只是被象征性的教育惩戒一番。 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欺负我家穷困,欺负我父母残疾,只是赔钱了事。 而那些钱连姐姐的医疗费都不够。 这些霸凌者们却连一节课都没有耽搁。 我跟在陈燕燕身后,听她和同学讨论今天的考试题目很难。 但我都答上了,这次希望能考入前十。 燕燕,你真厉害,明天出成绩就知道结果了。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引得他们回头。 估计是看我只是个小孩,也没在意。 陈燕燕回到家,开门时看我还跟着她,这才停下问我, 小弟弟,你有事吗? 姐姐,我,我有点迷路了。 呜呜,肚子好饿。 她对我倒是像个好心的大姐姐似的。 领我进家,给我拿了一个小面包,吃吧。 要不是看了那段视频,看着她阴狠着脸, 把竹签狠狠插进姐姐眼中。 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学习好又温柔的乖乖女,竟然那样恶毒。 姐姐,害怕? 抱抱。 她笑了笑,毫无防备地抱起我。 而我一刀刺进她的肚子。 她一脸不可置信,随后惊恐地试图推开我,大声嚎叫。 你,你是谁? 救命!救命啊! 我抓起她的头发,拖死狗一样把她拉进厨房。 加煤球的铁钳烧得通红,我摁着她的头,精准地把铁钳插进她左眼。 她全身抖动,却挣脱不掉。 在乌豪声中,我告诉她,我叫丁小泽,是丁小雨的弟弟。 我松开手,顾不得肚子上的伤口,她捂着眼睛满地打滚。 我看她滚来滚去,怕沾染上血,一刀了结了她。 满地的鲜血似乎唤醒了我体内的暴虐基因,除了报仇后的舒畅,还有一丝难掩的兴奋。 处理好她的尸体,我选定了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是张帆,她是这几人中最高大的,从视频里看,她反复几次把我姐扔进河里,看样子像个大姐头。 我去她家的时候,她爸妈也在。 凭借身材瘦小的优势,我躲在她家衣橱里,伺机而动。 巧的是,她们正在谈论这件事,听说陈燕燕已经两三天没回家了,不知道又跑哪里也去了。 张帆,你们是不是又搞什么事呢? 我警告你,别再惹事了。 上次丁小雨那事赔了老子好几千块钱,一个穷学生,真他娘的金贵,要我说你们就该打死他,省得半死不活治病,还得老子替你赔钱。 我听到一记耳光清脆的声音,估计是张帆挨打了。 她们哼一声,倒也没敢还嘴。 她们开始吃饭,饭菜的香味飘来,我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却一点也不觉得饥饿,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有一顿大餐。 挨到晚上十点,她们一家都睡了。 我从柜子里跳出来,活动活动有些酸胀的手腕,拎起斧子,开工了,先去她爸妈屋里,一人头上敲了衣服。 她们睡得很熟,哼都没哼一声,也不知是死了还是昏了。 我经验还是太少,拿捏不好力道。 不过,这样的爹妈,死了也就死了,不冤。 再去张帆的屋里,她趴在桌上睡的,压在一本言情小说上。 不能让她死得那么痛快。 陈燕燕就死得太痛快了,应该好好折磨一番才有趣。 我一拳砸在张帆的太阳穴上,她闷哼一声昏死过去,找来绳子绑住她。 我出门去附近捉了一只野狗。 我知道野狗聚集在哪里,而他们都很怕我。 回来后,我发现张帆的爸妈居然没死透。 他爸看到我抱着狗进门,还以为我走错了。 小孩,快,快帮我叫人。 出去喊人,你愣着干嘛,信不信我揍你?赶紧。 那杀人的回来,就都特么玩犊子。 我摸了摸怀里的狗,咧开嘴冲他黑黑一笑。 我这不已经回来了。 他肯定报警了,不好玩了,只能速战速决。 我把他们都拖到客厅,提醒张帆。 你,你是谁? 他抖得像筛子似的。 我是你爸爸。 今天爸爸就交给你,不要随便欺负别人。 我当着他的面,一拳一拳砸到他爸头上。 在他的惊叫声中,我看着眼前的男人头已经变形了,死得也太快了。 你,你是丁小语的。 还不赖,算你机灵。 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吧。 是陈燕燕燕嫉妒你姐姐成绩好,我就是个小喽啰,别杀我,别杀我,她跪在我面前,磕头如捣筛。 放过你? 哼,你杀我姐的时候,放过她了吗?你把她扔盒里时放过她了吗?你往她耳朵里灌水银时放过她了吗? 时间不多了,我懒得和她废话。 解开拴在野狗脖子上的绳子。 狗饿急了,早就按捺不住,扑到张帆身上就开始撕咬。 她惨叫着哭喊着,把狗往她爸妈那边赶。 他们死了,他们不会动,你去吃他们,去吃他们。 狗哪能听得懂人话,张帆越反抗,她越兴奋。 也不过片刻之间,人就没了气息。 脸都被啃烂了,露出森森头骨。 这才是我满意的结果。 这样想着,愈发觉得对陈燕燕不满意。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先回到医院。 医生说姐姐精神有点不正常了,需要进行什么心理干预。 我妈着急地跟医生比划着什么,可没人看得明白。 我也不懂什么心理干预的, 不过我觉得,如果欺负她的坏人都死了, 姐姐肯定会高兴的。 没几天,张帆一家惨死的消息传遍了小镇。 陈燕燕的尸体也被喂猪地发现了。 本来我把她扔进后山的那片森林里, 后来觉得不过瘾。 夜里投降起来,后悔得睡不着觉。 非得去了林子里,倒抛尸地又扒拉出来。 就这森白的月光一刀一刀把它切成块,再剁碎。 装进化肥袋子,拎着去了养猪场。 这猪场就是陈燕燕家的。 一股脑把碎肉带着骨头都倒进猪圈。 看着他们吃得哼哼唧唧,我长舒一口气, 这才觉得顺畅许多。 回家美滋滋一觉,睡到大天亮。 警察来的时候,我刚醒。 这是? 一个女警察指着我问。 我儿子。 你儿子吗? 户口上没有啊? 没上户口。 我爸挪了挪轮椅,背对着我悄悄向警察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小声说,他这儿有点问题。 平时都惯着。 女警察走过来,蹲下摸了摸我的头。 小朋友,吃饭了吗? 我摇摇头,装得又傻又天真,跟村里那些傻小子一样。 虽然姐姐不让我出门,但我总爱爬上墙看他们玩。 有时候他们跳绳,丢纱包,还有时候踢剑子落在我家房顶上。 我就捡起来,藏着不还给他们。 你几岁了呀? 嗯。 我伸出手,一根一根数了数,我八岁,不对,九岁了。 他们又待了一会儿才走。 临走前,那女警察跟我爸说,改天来所里给孩子上个户口,该上学,还是得上学。 装得跟好人似的,其实我早瞧出来了,他们怀疑我们呢。 那男警察把我家里里里外外看了个遍,还假装不经意检查了我爸瘫掉的腿。 他们走后,我爸给我下了碗面,还握了两个荷包蛋。 快吃,吃完回屋里去,少出来晃悠。 饭还没吃完,二叔来了。 他说,镇上都传我姐会什么妖术,招来不干净的东西。 还有的说,小宇这丫头邪性,会给咱们镇上带来灾祸。 天杀了的,俺们小宇才是被欺负的呀,他们怎么能把屎盆子扣俺们身上。 我爸气得把碗都摔了。 可老爹啊,那是我的碗啊,我面还没吃完,今晚还要干大事,不能饿着肚子啊。 还有五个,谁也逃不掉。 现在,传得风言风语,闹得人心惶惶,有不少人都想搬走呢。 陈骏他们家在县城有房子,今天一整天都在收拾东西,过两天就搬走了。 陈骏,那个把我姐衣服的畜生,本想把他放在后面的。 可我不想往县城跑,那就只能委屈他早死几天吧。 谁知还没等我去找他,他们倒是忍不住先动手了。 陈骏家里有钱有势,这我是知道的。 但他们完全没有良心和人性,这我是刚发现的。 陈骏和他的爸爸居然找了道士,去我姐病房里做法。 当时只有我妈在,她一个人根本拦不住那些人,只能眼睁睁看着。 看着他们用钱把同病房的人请了出去,看着他们对着我姐摇铃喷水,乱搞一痛。 姐姐本就精神不好,此刻更是吓得蜷缩在墙角,满眼目燃,一动不动。 道士却说是他身上的恶灵,怕了自己的法术,被制住了,拿桃木剑在他四周刺来刺去。 姐姐都快崩溃了。 妈妈终于忍不住了,不管不顾地冲过去,拉着道士又撕又打。 她平时灌干些农活,力气也不小,这会儿又是拼命保护闺女,自然是使尽了全身的劲。 二叔带着我赶到的时候,那道士正捂着血淋淋的左耳,咬牙切齿地骂人。 而陈骏爸爸带来的人,架着我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妈妈。 二叔去跟他们理论,我则蹲在姐姐身旁,直勾勾盯着陈骏爸爸。 我在想,他真该死,要怎么折磨他才好呢? 本想立刻行动的,可这突发情况打乱了我的计划。 道士去做医院伤情鉴定,结果是轻伤二级。 我妈被带到了派出所,一夜未归。 姐姐情绪不好,我被二叔安排留下医院陪她。 那天晚上,姐姐异常安静,她好像恢复清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还叫我过去,破天荒地跟我说了几句话。 无非是长大后要做一个好人你力气大,但是也不要随随便便欺负人,有机会识字学习多读书之类的。 虽然她现在听不见,我们基本没办法沟通,多是她说我听。 但我还是好高兴,她愿意跟我说话了。 我想告诉她,我要把坏人全杀了,一个不留。 以后,我来保护她。 但我不会写字,也不会手语。 只好在心里默默想着,反正她早晚会知道的。 姐姐抱着我,怀抱还是那么温暖。 像小时候一样,她搂着我在院子的葡萄架下数星星。 星星太多,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这次我也不知不觉睡着了。 半夜醒来发现,我躺在床上,而姐姐不知所终。 我在厕所热水间都没找到人。 正想叫护士帮忙时,一抬头看到窗户外面一团东西坠了下去。 我看到了姐姐的脸,一闪而过。 姐姐,我大喊着去抓她,可我抓不住她,她再也听不到我叫她了。 我没有姐姐了。 我的姐姐十三岁,在最好的年华从顶楼跳了下去,摔成了一滩血泥。 二叔给妈妈办了取保候审,推着爸爸低三下四求着陈俊爸爸那边出和解书。 哪怕赔钱,我们也认了,孩子妈可不能再进监狱了。 要不行,把我这条命拿去吧,我下去找闺女去。 我爸在轮椅上,捶自己那双早已毫无知觉的腿。 妈妈木然地站在一旁,也不哭,她早已没有眼泪了。 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可理智告诉我,现在不能杀陈俊。 警察估计守着他们呢,只能先从其他几个人入手了。 看来,以后做事要动点脑子了。 我杀的第三个人,叫吴瑶。 听说在我姐之前,她是被霸凌的对象。 有了我姐之后,她摇身一变,成了那些人的跟班。 这次我是直接在学校里动手的。 反正那些老师只管学生成绩好坏,才不管你平时有没有被欺负。 趁吴瑶做职日的那天,我把她堵在洗手池里。 打得半死时,她跪着求我放过她,还主动说可以帮我叫来视频里的另一个女生,一命换一命。 我估计着她要么是真怕了,要么就是想找人一起对付我。 无论哪一种,我都不在乎。 也好,倒省得我麻烦了。 那天天气很好,落日之后,夏季的余温很久都没散去。 缠鸣此起彼伏,吵得人心烦意乱。 恰好掩盖了他们的乌叶声。 一手拎起一个,我把他们从五楼后窗丢了出去。 下面是一台尖尖的栅栏。 看到他们无声无息地挂在上面后,我才收拾好走了。 警察第二天又来我家里了,可从他们的询问里,我知道他们什么都查不出来。 农村学校里没有监控,门卫已经很小心了,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进出。 当然了,我穿着姐姐的校服,就是一个普通的初中生。 又有什么令人生疑的呢? 他们刚走,二叔和陈俊爸爸一起来了。 想必现在镇上又有很多奇怪的留言,陈俊爸爸的脸色显得有些憔悴。 在我看来,他是做了太多亏心事,心虚了。 二叔给了我十块钱,让我去小卖铺买糖吃。 我知道,他故意支开我,表面答应,重重关了大门,叫他们以为我出去了。 实则轻手轻脚走回来,他在窗帘下偷听。 大哥,老陈说倒是那边他去处理,不要咱们赔钱,也不用让俺嫂子坐牢狱。 这说的是陈俊爸爸,他怎么突然发了善心? 我爸没接查,又听得二叔接着说道,他就一个要求,只要你们答应了,上面说的那些都没问题,是成了还能给你们一笔钱。 啥要求,我爸问,过了好一会儿,没人说话,最后还是陈俊爸爸开了口,把你闺女丁小雨的骨灰交给我。 我听见里面噼里啪啦砸东西的声音,以及我爸的怒吼,你滚。 我闺女都死了,你还不放过他,你不得好死。 你就等着他找你索命吧,他找不着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替你们自己想想。 你媳妇这情况,判个三五年,进了监狱会怎么样? 你这个摊子没人管不也就是等死了? 虽然看不到,但我能想象陈俊爸爸说话时的嘴脸,扯着嘴角,带点威胁,眼神中说不定还不自觉流露出蔑视。 二叔从中斡旋,大哥,小雨死了。 咱们活着的人不还得继续过日子,你们得为自己想想啊。 对对对,再说了,我也没什么恶意,就是找个大师化解他的怨愁,赶紧超度了他,也是为着他好。 我握紧拳头,浑身发抖。 因为贫穷,就可以这样被欺辱吗? 姐姐的骨灰被陈俊爸爸取走了。 倒是出了谅解书,妈妈不必再担心牢狱之灾。 可我的麻烦却来了。 警察在张帆家的衣橱里提取了半枚脚印。 粗心了,但问题不大。 警察对我爸我妈都做了讯问。 这次的讯问内容和往常不一样,估计他们问了不少关于我的事情。 爸妈回来后,家里的气氛更沉寂了。 他们可是了解我的特别之处,也知道我和姐姐感情好。 我爸伸了伸手,推着轮椅到了我面前,摸了摸我的头,按儿子长大了。 她难得和我亲近,让人有点不适应。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披头盖脸,给了我几耳光。 你长大了,出息了是吗? 你多大的人,敢惹那些人。 妈妈看我挨打,哭着过来护着我。 她咿咿呀呀叫着,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姐已经没了,你还要把自己做死才行吗? 非要让你妈我俩无依无靠你才安心吗? 我挨了一顿打,身上倒也不觉得疼。 只是内心里想不明白。 为什么连爸爸妈妈也像着坏人呢? 还有三个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手。 坏人必须要受惩罚。 什么让他们活在阴影中,让他们自责和愧疚地过完余生? 这些鬼话我才不信。 坏人才不会反省,他们只会遗忘曾经做的恶。 然后比我们这些受害者过得还幸福。 我在家里待了几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因为我知道,有警察盯着呢。 可能因为是天生犯罪人吧,能敏锐性地察觉到风险的存在。 我暂时停手,可依旧有人死了。 和前几次相似的惨状,同样的暴力。 是视频中的另一个女生,她把烟头摁在我姐身上,烫下一个又一个伤疤。 听说她被发现时,全身插满了香烟头。 手法很复杂,但同样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也不知是谁暗中帮我。 总之,警察确认我这几天连门都没出,终于放下了对我的怀疑。 毕竟,我真的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啊。 即便是杀人了,又能怎样? 我只是怕被盯上,耽误复仇。 现在除了陈俊一家,便只剩一个人了。 照成,他们家已经搬走了,连房子都不要了,不知所终。 有点生气,必须做点什么。 我摸黑去了陈俊家。 他们县城的房子很大,三层高。 还没来得及装修好,只是简单收拾一下。 看样子是着急住。 当初说他们想离开村子,可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搬走。 眼下这个新房子空荡荡的。 我掰开铁窗,钻了进去。 本想一把火把这房子烧了。 可刚进去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跟过年时我妈烧得相似的。 寻着未过去,在一层下面发现了一个地下室。 我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可其中还夹杂一丝熟悉的感觉。 是姐姐。 我一把扯开锁着的铁链,打开门走了进去。 沿着台阶走了很久。 这地下室并不是简单的存储地方,太深了。 终于到了头。 我看到里面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我姐的照片,还有一口紫色的坛子,泥土封口,贴着黄色符纸。 周围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玩意儿,看着像那个臭道是用的东西。 我刚想上前打开坛子,忽然觉得怪异的香气浓郁起来。 我昏了过去,醒来后,我发现躺在家里的床上,二叔背对着我站着。 听到动静,他转过来,俯下身摸了摸我的额头,检查了一下才说道,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原来,二叔和我一样,力气其大,只不过,他脑子好像比我正常一点,上次帮我杀人的也是他。 叔本来想自己动手的,没想到你小子快了一步。 不过,你做事能不能不要那么莽撞,不光留了证据,这次更是差点着了别人的道,要不是我刚好赶到,你小子现在就没命了。 二叔说陈俊佳阴得很,当初为了拿和解书,就逼我爸妈,不得已把姐姐的骨灰交给他们。 他们拿去后,找了道士布了法阵,说是把姐姐的怨魂阵了起来。 说实话,这些鬼怪之类的东西,叔可不信。 什么报应不爽因果轮回,都不如咱自己动手,把它弄死实在。 不过你干的这几次倒真是够狠,人不人鬼不鬼的。 把陈俊他们家吓得确实不轻,也真信了是小雨阴魂不散来报仇了。 昨天的那个地下室,竟是他们用来镇压姐姐的地方。 他们熏了迷药,估计是怕有人破坏,真特么诡计多端。 二叔恨恨地骂了一嘴。 那坛子里,是姐姐的骨灰。 是,放心吧,我给抱回来了。 现在坛子里放的是猪的骨灰了。 对付陈俊家,看来是要费些功夫了。 二叔脑子灵光,他想到利用鬼神知识来做文章。 没过几天,陈俊家在县城的房子成了流言的焦点。 有好多邻居都说他这房子闹鬼。 更有人直接说,丁小雨就是陈家害死的,要不是他们闹,住院治疗几天就能出院了。 陈家去人小姑娘面前刺激他,还要把人家亲妈送去坐牢,这次逼得孩子跳楼了。 听说还有更过分的呢,其他几个都是女孩子,欺负人也就是打几下骂几句。 陈俊可是十四五的半大小子,对人姑娘不知道干了什么龌龊事呢。 我昨天就在他们那个大房子里看见一个年轻姑娘的影子呢,连衣服都没穿,哭得可伤心了。 本来是好几家共丹流言蜚语,这下只剩他自己处在漩涡中心了。 陈家却迟迟没有动静,不上钩。 二叔不得已冒险去之前死的那个几个女孩家中装神弄鬼一番,叫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无辜替陈俊做了替死鬼。 别人都死了,就他还活着,肯定是被地里搞什么东西了。 你们家做的孽,凭什么让我们担着? 闹到后面,陈家不胜其扰,家之本就怕这些东西,以为是镇魂的东西出了岔子。 这才找来之前的道士帮忙。 流言自然都是二叔悄悄放出的,只不过以讹传讹,越说越离谱。 至于闹鬼呢,是我装的,我倒还真想有鬼怪。 这样,我就还能再见见姐姐,再抱抱她。 陈俊爸爸来到县城,也不知道他怎么不报警,只带着几个道士就来了。 看着他们进去了,半个小时后我们也跟了进去。 在那间地下室里,找到了被迷得七荤八素的人。 迷药被二叔换掉了,他们提前吃的解药不好使了。 二叔把人绑起来,坐到暗处,剩下的交给了我。 我山省陈俊的爸爸,掐着他的脖子告诉他,好戏开始了。 你是? 你是丁小雨的? 他太傲慢了,以至于目中无人了。 我们都见过两次面了,他全然没将我看在眼里啊。 真拿我当小屁孩啊。 我哐哐哐给了他几拳,看着鲜血从他嘴巴鼻子里慢慢流出来,逐渐兴奋起来。 我是他弟弟,对了,我还不满十四岁呢。 他半跪在地上往前蹭了蹭。 啊,小雨的弟弟就是我的亲儿子。 有事好商量好商量,你要多少钱? 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供你上学,给你那个摊子爹看病。 你放了我,我有钱,我有钱。 我拍了拍他的脸,钱。 该让你知道知道,有时候,钱对我们穷人也不管用了。 抄起桌上的一个法器,用尖的那端狠狠扎进他的大腿。 他嘶吼一声,痛得全身都在发抖。 那,那你想要什么? 我,我都答应,叫你儿子来。 他沉默了,连痛苦的喊叫都停止了。 真是父子情深啊。 我慢慢踱步,踢醒地上的两个道士。 什么狗屁道士,说什么无欲无求清修养性, 私下里干得尽是骇人的勾当。 我把其中一个拉到陈俊爸爸的面前,一刀捅死。 写一下喷涌出来,呼住他的脸。 啊,啊。 他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乱叫。 接着我又拉着他的手,了结了另一个。 你们不是喜欢害人吗? 来啊,一起杀人吧。 他被吓得贪坐在地上, 但当我让他叫陈俊来的时候, 他依旧没有答应。 我走到桌前,抱起那个紫色坛子。 别,你别动那个。 看来比起我这个活生生的人, 他似乎更惧怕我姐姐虚无缥缈的灵魂。 啪,坛子被我扔在地上,摔成好几半。 我抓起一把骨灰, 逼他仰起头, 捏开嘴, 流沙一样倒进他嘴里。 他疯狂挣扎, 眼泪鼻涕横流, 却呜咽着说不出话。 为了好几把, 我才放开他, 他终于崩溃了, 一边往外偶, 一边哭着说, 我给小俊打电话, 我给他打。 陈俊是一个小时候到的。 他显然是第一次来这个地下室, 看到桌上我姐的照片, 吓得腿都软了。 我架着他, 生怕他被吓死。 那就没办法折磨他了。 这夜还很漫长, 先从他爸开始吧。 二叔递给我工具, 有水银, 有韵斗, 有竹签, 有胶水, 一样一样来。 水银灌入幼儿时, 他还会挣扎, 韵斗稍热腹身上, 他还会哭嚎。 胶水滴眼中时, 他已经昏死过去了。 真不中用, 这就受不住了。 当初陈俊他们 可是折磨姐姐五天呢。 陈俊在一旁瞪眼看着, 全程下的话都不敢说。 此刻见我拿着竹签走向他, 才如梦初醒般大喊, 大哥, 大哥, 所有的事都是我爸指使的。 找法师是他干的, 做法也是他想的, 逼死丁小雨的是他, 都是他都是他。 我回头看了一眼他爸, 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啊, 不过, 还能指望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父母, 教育出什么样的好孩子呢? 陈俊就是个弱鸡, 一点苦头都吃不了, 连先前的那几个女孩都不如。 有个死在学校洗手池的女孩, 临死前还骂我呢? 她倒好, 只不过被竹签扎了几下, 就又哭又叫, 又磕头又骂爹。 垃圾, 她叫得太大声了, 倒把她爸喊醒了。 醒来就听到, 儿子把所有的过错都推自己身上, 还骂个不停。 她挣扎着撑起身子, 眼皮被浇水呼住, 泪水却从眼角落下来。 小俊, 俊俊, 爸爸做这么多都是为了你, 这么多年你犯那么多错, 哪一次不是爸爸给你收拾残局? 我堵住陈俊喊叫的嘴。 我倒想听听她干的那些坏事。 七岁的时候, 你把别人家三岁的孩子抱着扔井里, 我花了五万块钱替你摆平。 十岁的时候, 你在学校里托女同学的裙子, 我给校长班主任送礼, 把这事给压了下来。 在长大点, 你打架逃学, 抽烟喝酒, 我都给你兜着, 从任客老师到校长, 都给你打点好。 这次, 这次要不是你强迫了丁小宇, 害怕被抓去坐牢。 我能那么着急去逼她吗? 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就这样回报你老爹。 我脑中轰的一声响, 原来, 流言竟是真的。 而陈家当时所谓的做法驱魔, 真正目的就是带着陈骏去见我姐, 逼得她精神崩溃, 自杀身亡。 因为陈骏已经满了十四岁, 她是会坐牢的。 我骑到陈骏身上, 按着她的头往地上猛磕。 要不是你惯着她, 也许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吧。 从她小时候做第一件坏事开始, 好好教她, 而不是包庇纵容, 这才是一个好爸爸应该做的。 你所谓的爱, 其实害了她, 阴影里的二叔估计是忍不住了, 开口骂了这对奇葩父子。 罐子如沙子, 今天你明白了。 我把匕首递给陈骏, 想活想死。 活, 我想活,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去, 杀了她, 杀了这个害你的人, 去吧, 去吧。 她抖抖锁锁, 双手接过刀, 迟疑着不敢动。 要么你们都死在这里, 要么你杀了她, 我放你一条活路。 左右你爸都是死路一条, 她逼死我姐, 你不动手, 我也不会放过她。 见她还是颤颤微微迟疑, 我夺过刀刺到她大腿上。 你不同意? 那我就先从你开始。 她哀嚎一声, 眼泪扑速速滚下, 像下定决心似的, 猛然昂起头, 匍匐着爬到她爸跟前。 爸, 你最疼我了, 你再疼我一次吧。 我才十五岁, 我日子还长呢, 爸你都五十了, 你活得够久了。 我不能死, 我死了没人给你上坟烧纸, 我都是为了你好, 沉俊喃喃着, 一刀一刀捅进他爸的腹部。 眼看着人没了气息, 他把刀一扔, 扶到尸体上放声大哭。 哭够了吗? 这么舍不得你爸呀。 那我发发善心, 送你去见他。 陈俊死之前, 又不可置信, 又害怕的样子, 别提多搞笑了。 他真是个傻子, 竟然相信我会放了他。 二叔负责善后, 我出去十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长舒一口气, 至此, 七人里面还有一个。 无妨, 日子还长着呢? 我总会找到他。 警察在来的时候, 直接把我带走了。 他们找医生给我做全身检查, 但一无所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 这些人的死都是恶有恶报, 罪有应得。 还是第一次来我家的那个女警察, 领我去派出所上了户口。 我上学了。 校园霸凌不是从我姐姐开始, 自然也不会从她这里结束。 那些人躲在暗处, 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利用自己未成年的身份, 肆意欺凌弱小。 毁灭一个普通人, 本该灿烂光明的人生。 而我, 本就生在黑暗之中, 把一次次伤害看得一清二楚。 我在幽暗深处向霸凌者伸出手, 将他们脱下深渊, 狠狠践踏。 四年后, 赵成考上大学。 清明节, 他们全家回村上坟祭祖。 路上遇到成群的野狗觅食, 一行人死得死, 伤得伤。 有目击者说, 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多野狗了。 跟发了风似的。 赵成被咬得最惨, 据说整个右臂上的肉都被啃光了。 彼时, 我正端坐在教室里复习功课。 春末的阳光很好, 透过桑树和玻璃窗撒在课桌上。 如果姐姐还在, 应该已经读大学了。 我很想她, 只愿天下再无霸凌, 每个孩子都能平安长大。